下个月初八 就是沐婉清小姐 和徐光耀先生的订婚仪式 所以我今天 决定在这儿宣布 沐婉清小姐 是我要追求的人 你凭什么用这种 下流的手段对我 婉清她不喜欢你 她喜欢的人是我 你凭什么 我和她这么多年的感情 为了她 连命都不要 你凭什么 我早就对她动心思了 她这辈子 只能是老子的女人 你放手吧 你以为 区区一个平安府 沐婉会承认 你这个女婿吗 爸爸劝你啊 你要是选择 和谭轩林在一起 对你对她都没话说 你打理咱们沐家的生意 需要独军府来帮助 而她呢 只是一个刚刚到任的 上海司令 你拒绝了光耀 和她在一起 那就是害了她 只要我和她成亲以后 我足够对她好 她会爱上你 你不是这种人 从小到大 我都温和谦然 但是这一次 我不打算让了 谭轩林现在在哪儿 她从民房出来之后 就带着少帅 去见了穆小姐一面 又带着穆小姐 回到了那处民房 待了一小会儿 然后又和穆小姐 去了百乐园 到现在都没出来 别紧张 有你男人在 什么都不用了 我知道 你天不怕地不怕 我现在最怕的 就是你不理我 你又不正经 你说你一直在带兵打仗 那你怎么会跳舞啊 这几年不光要打仗 还要搞交集 就陪那些阔太太们 跳跳舞 打打牌什么的 很辛苦的 以后有我在呢 你不用替谁打仗 你也不要去求谁 给你出钱 我和整个穆家 都是你的后盾 那就是 你养我了 你跟你妈妈 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我就不进去了 那你在门口等我 小粉 请你给我时间 我一定会让真相 大败于天下 你隐瞒了 杀死穆远航的真相 还不惜献出生命表中心 是有求于徐伯俊 如果不是你 我妈妈和哥哥的仇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报 谢谢你 你看啊 这上海 都是我的地盘 只要有我在 你一定会平平安安 我两次喝醉酒 都是你陪着我 你这一次 不会又把我 当成徐光药了吧 又 你看你都忘记了 上次你别人下了药 迷迷糊糊的 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是像这样吗 我哪一场仗 不是显重求胜 这一次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吧 如果这输赢 要拿你的命去换 我宁愿不要 傻瓜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奔倒许伯俊 说好了一辈子 一天都不会烧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 你不会是想 金屋藏娇吧 你笑什么 不是 动动脑子 我都有你了 我怎么还会喜欢其他女人呢 吃什么醋啊 只要我让你们把货运到上海 我就有钱赚对吗 谭思林果然是聪明人 你从来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你又在搞什么名堂 我这可是身在操营 心在寒 你不会说我气了吧 晚清 我怎么觉得 这两天 你对我的态度 好像不太一样 我们这不是各自都在忙各自的事情吗 没有天天见面 很正常 郑果有句话 叫有钱能是鬼推磨 我想会会他 为众人识心者 不可使其暴毙于风雪 如果被人发现 我会背上通敌的罪名 他虽然在为南边做事 但他曾有恩于我 我必须报答他 你觉得晚清这个姑娘怎么样 晚清秀外汇中 又以我是青梅竹马 我自然是喜欢 光耀今年啊 虚岁二十五 是该给他讨一门亲事了 请督君的意思是 光耀贤之 看上我们家晚清了 晚清这孩子得体大方 两人情投意合 很是般配 爸 那现在这南方的战事更紧了 如果重提婚事 只怕会遭人诟病啊 怎么会呢 时局不稳 徐穆两家更应该相互帮衬 不过 订婚仪式就安排在下月初八 你有什么办法了 我觉得现在硬顶不是办法 你要不然先答应 就当是权益之计 婚姻大事怎么可能是权益之计啊 你非要看着我和徐伯军鱼死网破 你才满意是吗 我是喜欢你 但是这种喜欢要拿命去赌的话 我也得掂量掂量 你 混蛋 光耀哥哥 姐姐每天都在这照顾你 就让他回去休息休息 之后我来照顾你吧 婉芹在这里 可以帮到我很多 就不麻烦外人了 沐婉清 别以为你和谭司令那点事 光耀哥哥会不知道 慢走啊 婉婷刚才没跟你乱说什么吧 没有 要是说什么得罪你的话 不必理会就是了 关小兄 你还是不了解他 他怎么能受欺负呢 就你话多 禀大成 绑架沐家小姐一案 是否是你所为 是 如果不是你一个人所为 那就说出幕后主 可以留你一条狗命 禀大成 你如实招来 只要你尽心竭力 保护都军府的生命 答应你的事 不会是 糟了 通知他 别过来 再过来我杀了他 你要找的人 赤敏大成吧 别过来 再过来我真的杀了他 爸爸还是姑娘情分 只把崔连锋和穆婉婷 送去了城郊别院 那我们就推他一把 帮他下这个决定 你不要颠倒是非黑白好吗 我怀的那个男孩流产 就是老爷的 一案有正面 小产的那个确实是爸爸的 但这个女儿就不一定了 武功您还记得 这女童是谁 照片是晚清小时候的 只是 长得像而已 那里上面的镯子 快出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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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绑架案 并非是我谭家军所为 谭司令 我们真没想到 这民团 是由马匪出身的散兵游泳组建的呀 这不是在组建 安放了一个电视炸弹吗 快出上海 快出上海 什么 谭选你要查当铺 他是怎么知道的